我講到我今天的事情我就覺得很幹 今天去運動嘛 運動完之後我就想說 昨天4月1號 有一個新的眼影在3月31號發行 上市然後我一直很想要買 差一天而已 那我看看最近離捷運站最方便的是哪裡 然後就看看我想說那不然就去那個行天公站那邊 然後走過去好了 我想說那邊離捷運站有點遠 應該不至於賣完吧 然後就很高興然後去那邊 然後買完之後 然後就沒買到我想要的那個顏色 我就很傷心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 我自己去看電影好了 我就打給八毛 我幫我再睡覺 我就說那我自己去看 就剛好鳥屎就傳訊息給我 我說我現在要去看那個生之行 然後他說幹嘛 那我要去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3點30分 然後我說那哪裡有就是上映 他說國賓長春 我說我在行天公站呢 我應該OK吧 他說那你現在去買票 然後他們兩個騎車過來 嗯 結果開始走之後我才發現 國賓長春離行天公 這他媽超遠 國賓還好吧 長春 我在龍江路上 我不在行天公那邊 但是又一點遠 而且你們跟我說叫我去買票的時候 我正好在一般要往士林的公車上 然後 我就一上車下一站我就下車 然後想說幹 33分 你們跟我說要買票四點的電影 那我要花多少時間才走了到國賓長春 然後我就用跑的 我叫他一直跑起來 如果他们真的就是一群热爱运动的人的话 然后就在他们面前用走的 经过他们之后才开始用跑的 然后很痛苦 真的好痛苦 我终于跑到的时候 已经是48分左右了 然后我就跑过去 然后到柜台说 三张四点的那个电影票 他说 干嘛哦不好意思哦 要五点才有票哦 你觉得干跑屁啊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你还是先给我三张票了 他说只剩最后一排的座位哦可以吗 我说可以没关系 我就很喘 然后就跑去外面的座位坐着 然后看他们两个坐过来 我说只剩五点的票哎 然后有时候说不行耶 他后来有行程这样 他没有办法看 然后我们想一想 我们就说那 好了那去退票好了 然后我又去排一支队 然后排到之后 我就说呃对不起 我要退票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为什么 好凶哦 为什么 就不行看啊 为什么 我就说因为我朋友临时有事情 我们没办法就是看电影这样子 他就说好吧 就把我退票 靠腰 好凶啊 没有啦 他可能只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退票这样子 然后终于排完 可是我想他应该是新人 因为他他好像不知道要怎么退票 他还跑去问旁边的人 然后想说对不起 造成他的困扰 我一直很愧疚 我一直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早早不要买票了 好伤心哦 呃不是不是不是 我总共排了三次队 因为他们说五点的 戏就是鸟屎不能看嘛 然后我们就看到四点有那个 我什么 我跟我的冠军女儿是不是 还是什么 对啊我跟我的冠军女儿 然后 我就先去排队 我说对不起 请问可以换票吗 我想要换成三张四点半的 他说客满哦 不好意思哦 到七点半都客满哦 然后我就哦好 然后就走出去 然后讨论一下又来排队说 对不起我要退票 哈哈哈 哈哈哈 看我们都排三次 我好可怜哦 高腰啊 我们就想说怎么办 那不然 去附近看我什么 可以吃下午茶的地方 然后 你知道我们找了多少间吗 有一间 他就写 就是看起来很好吃 很好吃这样 然后 他写本日公休 然后我们想说算了 然后看到附近有一间手工蛋糕 然后想说好高兴好高兴 走到门口发现没开 哈哈哈 干妈呀你太衰了吧 然后 然后就会看一看看一看 然后又走去 就是看到一间附近 好像还不错的 可是他是以青蛙为主题的咖啡店 哈哈哈 干适合 这是挖式咖啡 该不会是 你不要讲出店 该不会是 蹦娃咖啡吧 哈哈哈 然后后来就去 我们就没有去 最后没有去啊 后来就选另外一间这样子 然后 接下来就轮到 他出场了 干真的 我刚回家路上去看了一间房超完美 下个礼拜入住 真的假的 OK 认真 真的假的 就是我们最后不得已找到了一间 普普通通的咖啡店坐下来 然后 聊天聊到你要理 可是 可是刚刚小 刚刚小六已经把人家店名说出来 然后你现在说人家普普通通 哈哈哈 没有啊 没有啊 那边 很多的店 不是我没有去的那一间啊 好 哦 不是 怎么就想好了 哦 青蛙为主题 我们怎么会去喝啊 哈哈 嗯 真的 嗯 而且我從超遠的地方就已經看到 那個青蛙會主題的咖啡店 而且我都還沒發現 他說請問就是那間嗎 我說對 就是那間 青蛙的咖啡 我對大天敵我是很敏感的 怎麼會有人可以把 這麼大一CAM包包 直接放在地上 然後就走掉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在講電話 我在講電話 然後講電話 因為 背著 要拿手機 然後又背著包包 要移車 有點麻煩 我先把包包拿下來 放在旁邊機車上 然後移車這樣 移完之後終於講了 然後因為有點敢 要敢去看戲 所以我就衝動忙忙 就騎車就走了 然後一下車 騎到中間檔 一下車 鑰匙拔下來 我想說 啊 等一下看戲 把鑰匙 不要放口袋好了 放包包裡好了 一摸 嗯 我的包包呢 可是 你不是只拿一個皮夾 你是他媽的背一個 超大天的包包 這不重要 你發現你地方不見 是怎麼發現的 不重要 終於就是你忘記了 真的 那就是我忘記了 哈哈 而且 我是超級輕鬆愉快的心情 然後騎去找溜炭拿東西 然後拿完講說 嗯回去的路上再買給 你要喝好了 然後直接打電話來說 你可以回去幫我拿包包嗎 哈哈 就那個時候 直接再交回去 國賓長春 哈哈 那個時候小六 在我去溜炭家 拿東西 然後 我就 因為 就覺得 放下很愉快 我還在那邊跳憋尿之舞 因為我在憋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爲 按不要超氣哦 我的家的管理員一定覺得你是神經病 他家門口一直跳憋尿之舞 後來 我就說 我就說好 謝啦 拜拜 然後我們兩個就聊一下天后說 那我要再出發去尋找下一個地方 賣眼影的地方 他說那我要回家了 然後突然就接到電話說 你是白癡喔 幹哪有人這麼白癡的 老怪要說 啊所以是你們全部人都離開了之後 包包還在那啊 沒有包包在地板上 靠腰啊 那還沒被幹走也是蠻屌的耶 那以為是暴戀物吧 沒有吧 東西都還在 我回去的時候 就他停的那一排停車 我剛好有一個女生在牽車 然後我就走過去 直接把那個別人車上他的包包抓過來 然後女生直接看傻 他以為我是在偷人家東西 我跟你講 媽你找不到房子 就是因為你的運氣都浪費在這種地方 不要緊張 這個這個事實我很早就已經任性了 我就想說 我好像平常運氣都蠻好的 就找房子運氣特別差 看來應該是運氣都用在別的地方 真的耶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自己跟他上尋找煙影的路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坐在路邊看 我想說 市里面是 這個應該不會有吧 但是我還是抱著姑且一式的心情去了 就去之後兩間店都有 而且所有的顏色都有 幹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一搶不搭 好我看 你要是找房子運氣也是被你吸走了 幹 白癡吐出來喔 幹 早上就不要只買一盤了 早上就全部少下來然後去蝦皮賣個三倍 確定嗎確定幫你開賣場喔 看你自己都去了沒 八毛反到肥頭這邊來之後 八毛反到肥頭這邊來之後 你自己講你一天到底睡多久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什麼時間睡覺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什麼時間睡覺 不告訴你 哈哈哈哈哈哈 他真的睡覺 睡 他在睡覺的時候 大哥他真的很容易被他激怒欸 呵呵呵 怎樣 不是 是你 是你太突然了 我想說 幹 我們 不是 我們是過兩天就要去看鬥劍神樂嗎 然後你今天突然打給我說 欸 我要看電影 不是不是 我不是對這件事情 我不是說這件事情 哈哈哈哈 不是說 我跟你說 好啦那我自己去看啊沒關係 好那就是這樣喔 因為那時候我在猶豫啊 我在猶豫啊 我在猶豫所以我才沒講話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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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我說喂 喂有聽到嗎 他說有 我說我自己先去看喔 拜拜 B 就掛掉了 幹你不會講一個 然後我直接賴他 他說 不會講拜拜嗎 幹 不是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就在 因為我就在想 幹 媽的也太突然了吧 幹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欸 我不知道要怎麼回應欸 怎麼辦 其實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有意思 因為你跟我說拜拜 而且我那時候就覺得 幹 媽的 抽看 不爽 然後我就不講話 抽看 沒有因為 因為 因為你就太突然 然後你也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現在衝出去啊 一定沒有位子的不是吧 我就是 因為我就是抱持了 下午3點8忙應該是醒著的 而且 應該坐在電腦前面的狀態 把我打起來 欸喂 你在幹嘛 拿手 我睡著了 我就知道啊沒沒西場了 今天幾點 才開門出來發現 我在你門把山掛了一個早餐 呃 呃就是老王打給我的 過30分鐘後 大概下午4點吧 幹 4點吧 而且你早上是不是有敲我們 對啊 幹你還知道啊 阿姨沒有過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我以為我在做夢 我以為 我以為我在做夢 靠腰啊 那時候奇怪 那時候你就是敲 - 因為敲完之後我沒有聽到說八毛八毛 - 我什麼都沒聽到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敲完就沒聲音了 - 應該是我錯覺吧 - 以後剛說不要關門 我就進去直接把早餐關在脖子上好了 - 小六小六 - 小六我知道了 - 你該把三明治挖一個洞他都在他脖子上好了 - 小六 - 你們應該要就是在你們三間房間的門口都貼一個標籤 - 然後八毛三間一開始就是201 - 還是2020是203 - 然後每天早上你就敲門說201早餐 - 好像201失敗 - 我覺得你們就是在拿那種舊的那種粗的水管有沒有 - 然後圍著你們的房間 - 從八毛房間這樣繞一個水管出來 - 然後以後早餐就是直接從那個水管裡面丟進去這樣 - 太糟了吧這個 - 你乾脆弄一個小拉門好了 - 沒有你們那個水管的口就對著他的床對著他枕頭 - 那上面一隻丟下去就直接砸到他臉上 - 他就可以醒了 他就可以順便吃早餐了 - 吃完也可以繼續睡 - 等一下等一下 - 媽的這麼搞綱你就喊個我的名字不就好了 - 媽的這麼搞綱你就喊個我的名字不就好了 - 媽的兩個字而已也不能喊字 - 兩個字也不能喊字 - 哈哈 - 然後做201吃飯最快啦 - 哈哈 - 我沒有辦法預料你那個時間到底在做什麼 - 因為你的燈都開著 - 昨天鳥屎開到4點多 - 然後你還有在聊天室講話 - 所以我預計你大概是4- 5點睡覺 - 然後李迅早上出門的時候 - 看到你的房間燈是開著的 - 我們想說可能醒了 - 結果到我們1點多換了我也要出門的時候 - 幹你房間燈還是開著的 - 哈哈哈哈 - 然後早餐才掛在那裡 - 幹你啊然後我就敲門 - 然後 - 嘖 - 是不是又睡著了還是在幹嘛 - 不能馬上回應 - 算了算了出門出門出門 - 結果還在睡 - 可能在烤槍吧 - 哈哈哈哈 - 我真的是一直在烤到爆炸 - 我真的是一直在烤到爆炸 - 可是你不要把我... - 哈哈哈哈 - 我真的是一直在幹嘛 - 可是不能回應啊 - 我他媽就在睡夢中 - 我怎麼回應啊 - 哈哈哈哈 - 我現在不敢講 - 我今天睡一個老王在這邊 - 哈哈哈哈 - 為什麼 - 為什麼 - 講啊 - 我怕你會罵我咩 - 哈哈哈哈 - 沒關係 - 講到你們 - 你們他媽又一直逼問 - 害我會緊張 - 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 - 還睡多久自己講出來啊 - 哈哈哈哈 - 是在問紮小啦 - 白痴喔 - 幹想知道 - 睡多久自己講 - 睡多久睡多久 - 講出來想知道 - 媽的 - 哪開不合體哪開啊 - 欸他媽的 - 媽的 - 斃頭開割啊 - 就 - 八九點沒 - 聽不懂 - 八九點睡覺 - 八九點睡沒 - 睡到三點多啊 - 也還好啊 - 你是說今天早上八九點 - 然後睡到三點多嗎 - 對啊 - 對呀 - 到底你做那是幹嘛 - 就一直刷少女前線啊 - 幹你 - 好廢 - 幹 - 大廢人 - 完全 - 完全 - 補判 - 所以你大概才說兩小時 - 早安就過往去 這不能怪我啊 這怪少女前線開什麼活動啊 白癡啊 你解問題啦 沒道理啊 照你這樣的睡法 你應該有已經比姚明兒還高啊 為什麼 我們今天在尋找咖啡廳的時候 已經討論這個話題了 老王還幫你說話 他就說 冬天過了之後他就不會睡了啦 然後小月就說 沒有沒有 幫忙的房間 現在已經不是冬天 已經是一個 春天跟夏天的交際的感覺 然後老王就說 那更好睡啊 更厲害 為什麼他還在睡嗎 幫講歌 然後我就說 我說幹你要這樣講 每天都很好睡啊 等到夏天之後 幹開個冷氣 幹超好睡 哈哈哈哈 真的 哈哈哈哈 不是 我覺得是你搬進那個家之後 我就 我就很少聯絡到你欸 哈哈 哪有啊 有嗎 平均三天才講到一句話 哈哈哈哈 屁啦 每天都有講話吧 你是閉關了是不是 每天講話都是 不是每天講話都是用一種留言的 留言版的方式欸 欸 可是 我 我們搬來 我搬來這裡也還沒到一個禮拜啊 你每隔三天才講到一句話也才一次而已啊 所以我們待日子也就講了一句話而已 呵呵呵 那麼誇張啦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好像很久沒講話了 我覺得我們好像好像很久沒講話了 呵呵呵 哪有 根看我們每天都有講 拜託 Sim 我們這麼恩愛呢 我說我們都是用留言版的方式 呵呵呵 來來來 我來念一下 我來念一下 很怕了 開始怕了 開始怕了 呵呵 幫我開始 嘻哈 呵呵呵 你看一下 什麼情況啊 這就是開始怕了 我跟你講 沒有 所以你真的有開始懂了 你就出一張單曲叫開始怕了 開始怕了 我跟小六姐的對話是 他說 醒了嗎 我說 醒了 啊心計嗎 然後他說 可心 然後我說 那我快好再跟你說 我要拉個死 然後過了大概 40分鐘之後 他就說 幹你脫缸了嗎 超久 他就拉40分鐘 他說 理訓2點半要搭車 等等吃完他會去捷運帳 然後我一回 幹不早講 可出門了 我剛拉完 然後就說 幹我想說你能夠拉20分鐘 結果直接50分脫缸 我就說 幹你不早講 我拉的很悠閒喔 太久了啦 我和你找房的運氣 不是要不要把手機喔 因為拉死 因為把手機了 欸有一天 我跟小六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他咪我說 起來沒 我說 起了 然後打一個 K 然後他就打 可是 下大雨 後面就沒了 到底要幹嘛 所以你們 算一下 所以你們那天到底幹嘛 我忘記 我們大學的時候就已經有協議了 就是只要下雨就取消一切行程 幹 對 死廢物 幹 麻煩你跟我遞一下這個協議 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們大學的時候是在陽明山欸 你知道那個下雨 那個是一定要取消錢 那是用生命的欸 那是跟生命在開玩笑的欸 喔 我知道那天要幹嘛 我找到了 那天是我 我們第一次要在你家煮那個水煮餐的時候 喔 哈哈哈 我還是去了啊 我還媽的淋雨買 買雞肉跟菠菜去你家 幹你這是最恐懼欸 我們要 欸 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要去吃燒烤 然後下面就說 我說 就他們就說要約幾點這樣 我就說都可以 然後小二就說平日應該不用定位吧 我就說 以防萬一還是打個電話吧 然後我就問說 理訓幾點下班 他就說7點半 然後我說 幹還好久喔 好餓喔 小二就說 你先模擬一下燒烤的動作 很快就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出車禍這樣 然後我就全身都很痛 然後躺在床上 然後小六 就他就要幫我買藥過來 然後 買晚餐買藥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在哪了 然後他說 我要出門了 我說 幹快點 好痛喔 我需要爆炸 然後他就說 不要緊張 我已經出門了 你現在就癡癡的忘了地平線 等我出現 哈哈哈哈 真的 每次講這種屁股 而且車禍那是已經是隔天的時候 其實我前一天晚上就已經先去過 但是你好像睡著了 幹我還拿手電筒在那邊照你的車 衝上小偷 我想說 我還以為 拿手電筒照他的瞳孔 看他是不是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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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分享我跟小六的 欸我去 不行我要再分享我跟小六的一個 是我們 我跟六三剛從聖地亞哥回來的時候 太多了吧 然後 他就 他就屁股我說 欸你回來沒 我就說 剛下機 晚上吃飯嗎 然後他就說 可 吃啥 然後我就說 可依你想 我要躺了 爸爸 然後就打 退下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六個小時之後 他就打 幹啊不是要吃 哈哈哈哈 不過你一個小時之後 他就給了我 那個 一槓點一槓的那個臉 給了三個 然後就打三個 打三個 好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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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回 幹好困喔 然後就回 幹你不 你就睡了 我說對啊 然後他就說 九點了欸 還要吃嗎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買來 我就說買來吃啦 我起不來 然後那你要吃什麼 我說都可以 超飽幹昏迷 然後他就說 我們應該會去 市里的廚房廈 還是你要吃阿桶阿寶 我說不可以 然後他說 好不好 那我到家 你再撥給你 你可以繼續昏迷 然後他 接下來就是11點多 快12點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然後不知道講了什麼 下去他就打說 我連門口都進不去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幹 你的服務 叫人家買東西 來門也不開 幹你這 垃圾欸 不是 我真的 我真的睡 我真的睡一吵 我們這時候 坐飛機喔 我真的睡爆了 垃圾欸 他說 勞王 你家藝人 手機沒電了 哈哈哈哈哈哈 臭 要我幫忙你 幹你媽的垃圾 擊掰 哈哈哈哈 對 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爛喔 然後他說 而且他手機裂開了 我說 螢幕嗎 他說 重重摔在地上中間 然後我回 88888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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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小的時候就有人 幫隔壁班的人口交 口交一次5塊錢了 幹 蛤啊 好屌喔 真的假的 嗯超屌 而且 而且那個時候 幹也太難賺了吧 我超把錢都比他多錢 沒有沒有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覺得 幹好好賺喔 吃雞雞就可以賺5塊錢欸 然後長大了想說 哇 這個價格也太賤了吧 哈哈哈哈 這真的是金價欸 等一下 這真的是金價拍賣 那他真的有成交嗎 好像有啊 還賺蠻多錢的啊 天啊 天啊 超屌的 長大之後 五塊你是要賺多塊啊 你是要賺多多錢啊 哈根大屎 幹什麼 不是啊 就是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可以在 你知道啊 上課之餘 下課的時候 賺點零疼 對不對 太零疼了吧 潛規疼賺零疼啊 哈哈 不是喔 哈哈 放學就可以買一包薯條 一杯珍拿還有一個雞排了欸 靠北太多 哪有那麼多客戶啊 少來啦 媽你吃 你吃了一天 你吃了一天的屌 你才可以 吃一份薯條欸 哈哈哈哈 可是真的欸 可是那個時候你價值觀 你那時候價值觀不一樣 那時候 欸 幹那個時候放學拿著五十塊 拿著一杯珍奶跟雞排走在路上 都是金啦好不好 哈哈 可是 誰管你那個 誰管你那個dirty money 怎麼賺來的啊 媽的 你拿雞排 那種dirty money 珍奶走在路上都是金啦 對啊 可是那真的是辛苦錢欸 對啊 你知道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走在路上看到那種拿雞排 拿珍奶的人 真的是 想像他走路的畫面 真的是可以配一首 Miacomo的歌欸 他就是走在路上然後可以叫 I'm gonna have some tears only got twenty dollars 哇幹 完全配 對這個沒什麼概念 我國小的時候也有在 電腦課的時候打手槍啊 可是那時候不是 可是那時候不是 覺得在打手槍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就是 沒有那時候就是 1到10號的男生 我們都很好 然後大家就是 在挑戰電腦課漏雞 看誰不會被老師看到這樣 不是啊 可是因為雞排外面 很普通啊 所以就這樣 錄來錄錄錄錄錄錄錄這樣子啊 他媽的 我今天早上很興奮 那個英雄你們說什麼 要出什麼進階電腦 我想說 幹我興高采烈的 貼給六炭 他說說 欸 六炭你看 我們 我們又有東西可以玩了 結果 我突然才想到 幹 今天愚人街 他媽的 重點是我還看完 我看完車我又回家說 嫩我可以 結果他就說 幹愚人街 忘了跟大家講 家的第二隻貓咪已經來了 現在還沒想到 我覺得你們就叫他半分了啦 不囉嗦了啦 不要啦 不行啦 他說話要說 不然叫湯哈迪嘛 湯哈迪 不然就叫小 小屎丸好了 就還沒想到啊 就暫且叫他貓咪二號好了 叫他衰鬼咚啊 為什麼 為什麼半分不行 那不然就叫他黑麵菜啊 哈哈哈哈 差太多了吧 很過分耶 幹不然折動嘛 直接叫他羊桃枝好了 哈哈哈哈 折個屁中啊 所以炭炭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的存在 炭炭知道啊 就一直在外面 炭炭在那個 就是圍起來那個外面 就守著那樣子 欸欸 欸你看他 他現在在 空氣經營機旁邊 透過那個風一直在偷看 對啊 他都一直在偷看他 幹你們就直接 讓他跟炭炭打架 然後直接叫他江西娜就好了 不行不行 今天光是對抗 就已經被兇了 不能叫他江西娜 不然 不然 你知道啦 因為江西娜太主流了 不然叫一個比較以前一點 叫TripleH好了 TripleH很主流啦 他現在還在吧 那SkaStyner就不主流了吧 SkaStyner已經離開很久了 不行 腦中 散過的 幾個字全部都是 很不好的字 我乞丐啊 廢物 不要把平常男人罵好友的東西 來取我家貓的名字 拜託 不然就直接 不然就直接叫他小六了嘛 在那咖啡廳的外面 小黃狗 你說咖啡廳裡面 中間 然後我們就一直想說 怎麼會這樣 他怎麼沒有主人這樣 然後我們就試著想要吸引他注意 我們就開始猜他的名字 因為他是 黃色的狗 開始亂叫這樣 小黃小花 然後什麼 小黑小白 來風 後來開始 越來越 越來越歪 然後老王就說 露屌魔 為什麼是露屌魔啦 不是啦 因為他 他 那個後腿超開的 他坐著的時候把兩隻腿 打超開這樣子 然後就是露屌魔 然後雞排 雞腿排 開始 黃 已經開始在講自己想吃的東西了 李美琪 張誠智 因為他是黃色的 然後他的腳打得很開 然後 那個中間臉的地方 真的很像雞腿 然後就是 雞排 雞腿 雞腿排 那狂叫 黃浩晨 就是北一大的草椰 北一大草椰有兩隻牛 然後他們是孝牛 孝牛 然後 然後呢 其中 他們叫 好像一個 好像 一隻叫美美 一個叫莉莉吧 好像 就是美莉 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反正前一陣子 其中一隻過死了這樣 然後 好像最近又要有一隻 新的 小牛 要 要 住到北一大草原裡面 然後 北一大的社團就是 開了一個投票 就是 新的牛 要叫什麼名字 這樣 然後 就大家投票 這樣 然後就是 有什麼什麼 什麼牛牛啊 什麼某某啊 什麼這樣 你們知道最後當選的名字是什麼嗎 叫什麼 叫什麼 奧米加跑校說 靠腰 為什麼 不是自己養的 就是亂取 超過分 不是啊 可是這種 你知道 笑狗笑 就是學校的動物就是 大家跟著 大家叫什麼 大家就會跟著 這樣所以 看來他就是奧米加跑校的時候了 我們今天叫那隻狗 越叫越過分 大家好 我是燈燈 我是貓 請說 喵 看 他不是你咧 請說 我就是爸爸在過年的時候 逼他叫阿姨的那種 不要過去 不要不要 那不然 燒餅也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了 大家好 我是燒餅 總共建議那是大家 那看來我家也要打招呼了 啾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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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鳥 啾啾 自認自己有 有點憂鬱的 的傾向啊 或者是 一些焦慮啊 一些什麼都好 我覺得你看一看這本書 也許可以對你們 有一點幫助 因為這本書就是在講說 作者他 就是 從 可能從高中畢業開始就一直有 憂鬱症啊 然後後來又驗屍啊 又過時 然後又 不是過時 暴屍 然後又驗屍 然後又 猶豫症啊 然後他的一些心路歷程 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明日 我可以被擁抱嗎 因為太過寂寞而叫了雷斯邊硬招 但是到18歲才可以買喔 因為這個題材是18禁的 屁啦 革雷奶茶超好喝的好不好 革雷奶茶就是伯爵奶茶 革雷奶茶是什麼鬼東西啊 革雷的50杯奶茶 革雷超好喝的啦 革雷的50杯奶茶 好胖喔 好胖喔 革雷的50杯奶茶 就是 有種就是 那樣 就是 公司老闆 跟你說就是 啊我房間 有一些玩具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 好啊 就很興奮的走進去 放 他自己 在房間裡面租了一個 手搖杯的攤位做真 革雷 比較那種現代主題的茶店 然後有其中一杯飲料 叫做格雷的50杯奶茶 幹 我還不他媽的 啊 問一下店員那是什麼 革雷喔 就是說 喔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一般奶茶啊 可是 不是奶精啊 是直接用店長的精啊 超好喝的啦 我們應該還沒講 提到那間店是什麼名字吧 還沒還沒還沒 好還沒講還可以講 就是 我們三個人 因為他 他有 反正他有 可以選鬆餅或吐司 然後我選吐司 他們兩個選鬆餅這樣子 那吐司比較快嘛 所以我就已經 我已經吃完了 我已經吃完了之後 牛屎的那份才來 然後是一份正常的 就四片 半 那叫什麼 反正就是我一起 是一個圓的那種 然後把它拆成四片的那種鬆餅 就格子的那種鬆餅 對對然後 這這這這 然後小六的來了 然後我就看 我的超久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他到底是不是 就是只有一個鬆餅那種機台 然後店員又只有一個 所以他一直忘記把他掀起來 就是所以都交掉這樣 然後我們還在那邊講 他已經丟掉好幾個鬆餅了吧 然後結果 他應該就是失敗了好幾個這樣 對 結果 結果他小六的鬆餅就上來 然後我們就看到他的那個邊邊啊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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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怎麼講 鬆餅的邊面是有壓痕的 然後我就說 這一面應該是背面吧 我說你這怎麼長得跟鳥尺不太一樣 我說應該這一面才是正面 然後一翻過來超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他中秋節烤肉有一邊 有一邊忘了翻的那種黑 變成 變成巧克力口味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幹 然後超脆的 他的 他的鬆餅吃起來有 卡 就是咬下去的那個 小六 小六 小六鬆餅的 小六的鬆餅吃起來的聲音就是這樣 小六的鬆餅吃起來的聲音就是 這哪是鬆餅啊 你就是硬餅了吧 超不鬆的 那很脆 然後 我就轉頭跟小六說 我們剛踏進那個市場的時候 看到人家賣脆皮雞蛋糕 三個25 我還說好貴喔 我說你現在這四個就喝100多塊 哈哈哈哈 而且他老龍還把我盤子上的 蘋果拿去鬥了一下狗之後 然後狗不吃他還丟回我的盤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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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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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噁喔 我把它拿起來 我把它的蘋果拿起來 發現我手上 拿起來然後在那邊 人家不吃你還丟回來 不是不是 我這樣 可是他連走都沒走過來好嗎 他是在空氣中 無形的鬥弄的那隻狗而已 但是狗根本沒碰到他好嗎 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是每個 每個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像我覺得人超多 我覺得超危險的耶 然後就有人就會 就直接那種小小的那種蠟腸還是幹嘛 就是放 就是 牽著狗成這樣走 我超怕他被 踩斷了 你知道嗎 人也人超多啊 大家又沒有在 很多人沒在看地下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子把狗狗 帶出來這麼多人的地方然後牽 好危險耶 欸我今天去屈辰室 也看到一個這樣子的耶 他 那個女生提超多東西 他完全沒有在care他的狗 然後他那個牽繩又放得很長 然後他那隻狗是一隻很 欸那個應該叫什麼 就是 捲毛的 貴賓嗎 還是什麼就是很小一隻 然後毛很捲 很像 很像玩具的那種 然後他就很緊張 他一直在發抖這樣 然後可是因為 缺乘室人很多嘛 這是士林夜市那個缺乘室 然後大家一直走來走去 然後他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 只要有人稍微經過他 他就會跳一下這樣子 嗯 然後我就想說 很害怕 他真的很害怕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然後 結帳的時候 我就排在那個女生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很緊張 他一直在發抖這樣 然後我就蹲下來 然後看看他這樣 然後吻一下我的手 就想說 看會不會不要讓他那麼緊張 好可憐喔 你知道 你知道他 他煮個 煮個那個什麼啊 就是 就是 煮個東西 直接 快把 廚房燒起來 你知道嗎 沒有燒起來 我一走 我一 我一從房間走出去 走到廚房 幹我還以為真的活摘耶 慢慢 整個廚房都是煙 就忘記開錯煙機喔 你知道我 以前 以前是喜歡 煮東西 但是 國小的時候就已經被 我的國小老師 直接 教洗 我們國小 不是都會有一個露營嗎 然後就 我在外面要野炊這樣子 然後 我之前很喜歡煮東西 然後在外面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當我們的主 就是 負責煮的人 這樣子 然後 他們那時候是晚上 提了一袋食材過來 然後就叫我們自己處理 然後就 看到有蛋啊 有豆腐啊 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就想說 蛋的話 就炒個蛋好了 直接把蛋炒熟 炒熟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 就全部做完之後 我把那個 豆腐我是丟進湯裡面 我想說 煮個什麼豆腐殺小湯好了 然後 煮完煮完之後 反正就是把 我看到覺得可以丟進湯了 然後丟進去 幹我才國小而已 然後 煮完之後 就端上桌這樣 然後 就有一個老師走過來 我們老師走過來 跟我講說 他們 他們就看到我們做的東西 然後就直接這樣說 這誰做的 出來 然後我就走出去 然後 他就把那一袋食材 提起來 然後從 超深的地方 挖出一張菜單 然後跟我講說 你有看這個嗎 然後就直接 咆哮 跟我說 你煮這什麼東西 幹國小 他裡面的菜單 太多摺了吧 你國小欸 裡面的菜單是寫 麻婆豆腐 然後我把豆腐追進湯裡面 然後還有 紫菜蛋花湯 然後我把蛋拿去炒蛋 他就直接 狂跑 想說 做那麼東西啦 傻小 然後狂罵 然後 就 去把別組 煮的好的東西 就拿過來我們這邊 然後我的東西就被丟掉了 幹 好機掰喔 你說 你說你國小嗎 你國小讀的 你國小讀的是 遠越的嗎 呵呵呵 之後 之後就 在家都不煮東西了 幹直接被氣死 反正那老師現在 我看也 也應該已經差不多死了吧 還沒啦 希望 希望他現在住在 還不錯的房子 然後每天都可以煮飯 但是煮飯的時候 都會被火燒到銷子頭 呵呵呵呵 好痛喔 哦 工學老師這很重要耶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以前那個 就是 改 改作業 就是 不是大家一起考試嗎 比方說有實體 練習體這樣 然後 寫完之後 老師就叫你傳去後面那個人 想要他幫你改這樣子 哦哦哦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個時候 我前面做的一個 那個時候才小學二年級吧 就是還很不懂事這樣 然後就做了一個 可能 比較遲緩的同學 然後 就被班上的人嘲笑的那種 嗯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 我不要改他的這樣子 然後我跟他說 你改你自己 我改我自己的 然後他就不會改這樣子 然後我就 改我自己的這樣 就老師就走過來 拿那個粉子 啪 然後打在我頭上 然後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哪樣子 然後就是 對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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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應該要幫他改啊 可是我就是 那個時候就覺得 哎呀好噁 我不想 不想要改他的課本 這樣子 哦 哇幹 對然後 然後我就說 你改你自己的 我不要改你的 這樣 然後老師就打我 然後我就印象很深刻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 做了不太好的事情 這樣 然後後來就 跟那個同學還 還蠻OK的 哦 好緊張 我之前遇過更屌的 我們國小的時候 有一個代課老師來 然後 吃完 吃營養午餐的時候 就是 比如說 雞腿 這樣 然後 大家撞完之後會剩嘛 然後 我們就 吃飽了 你就可以再去拿 這樣 就大家都有分到的時候 你吃完就可以再去拿 然後有一次有個代課老師來 然後就是個 老老的老師 然後 對我們都不太理 這樣 然後就 後來我們班有一個 我們班有一個田徑隊的男生 他就是 他都會吃 兩份午餐 因為他要吃很快 然後吃完 就我們還在吃午餐 他就要去練點禁這樣 然後吃完之後他就去裝第二輪 然後他裝雞腿的時候 老師就走過去 直接傷害巴掌 然後說 沃順可以裝嗎 然後直接把他揍倒在地上 還踹他這樣 然後踹完之後 老師自己去拿了一根雞腿 起來吃 哪來的怪他 真的很 雞麥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臉 他真的很 雞麥 好好笑哦 超 雞麥的哦 打完了 我們班那個同學 打完 揍完哦 掌巴掌 然後推到在地上 然後踹他肚子 踹完之後 從裡面拿雞腿起來吃 然後就 他就一個人吃了四五隻雞腿 然後我們班的那些男生都沒吃到 太妙了吧這個人 真的是好 怎麼那麼好笑啊 好可怕哦 超丟的 可是他可能就是覺得說 那種他們還是 對啊這個人應該會 這個人應該會被高到爆吧 可是那個時候小時候不知道啊 小時候不知道這樣可以高啊 他就是覺得我們很小美 對啊 而且那個什麼 那個時候也沒有手機什麼的 也沒有辦法錄影 沒有辦法收針啊 這樣 根本沒辦法 我們小時候很常這樣啊 小時候還有一次是 也是國小的時候 在 上體育課 然後我們體育老師就是那種 很喜歡跟女生聊天 然後不上課的那種 然後我們有一次就 男生在旁邊自己玩躲避球 然後老師就在那邊跟女生聊天 然後我們班有一個男生他就丟球 然後 就 彈到地板上 而且不是直接砸到 就 彈到地板上彈起來 然後在 體育老師頭上彈了一下這樣 然後女生就笑他這樣 他走過來 直接狂揍我們班的男生 揍到他筆兩端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狂揍 你是 你是 他是狂揍 你到底是哪一個學校上課啊 中貞國小啊 直接爆出來 你 你不要胡亂 等一下人家去查 沒有嗎 你等一下被人家告 我跟你講 沒有沒有 我沒有胡亂啊 我沒有胡亂啊 他就把他壓力這樣揍啊 抓到比方的斷 然後滿臉都是斜啊 幹 好恐怖 我沒有胡亂啊 我 我 然後 就狂揍他這樣 揍完之後 他就回去 跟女生聊天 這樣 好可怕喔 好屌喔 你都會遇到電影裡面 才會遇到的事情 後來 後來我們班那個人 他好像有跟他爸講 然後他爸好像有去學校 處理這樣 廢話鼻樑都被打斷了 對啊 我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 不知道那時候有沒有搞啊 已經不是有沒有吃雞腿的問題了 鼻樑都斷了 他們也需要一個交代啊 不行 吃雞腿比較嚴重 NO 如果以後的小孩 跑回家跟我說 嗚嗚 老師今天把我雞腿吃掉了 就會翻臉 嗚嗚 老師今天把我雞腿打斷了 可是沒對我什麼事 沒有對我做什麼事 沒有對我做什麼事 老師今天把我雞腿打斷了 可是他給我三隻雞腿 我就說 幹那你要自主啊 就我們班倒這樣 然後我們班倒對我們很好 可是他很嚴格這樣 然後後來他請產假 請參加之後就找了一個很年輕很年輕 現在回想起來 我看應該就是 可能就差不多大學畢業的 很年輕的老師來代課這樣 然後我們班很多男生就很不爽 因為他們就覺得這個老師很沒有威嚴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班倒很嚴格這樣 然後反正就是 然後那個老師剛好又有點 就是不太懂不太懂這樣 然後反正就跟我們班的男生起過幾次衝突這樣 然後我們就跟那個戴克老師關係很不好 結果有一天我們請產假的班倒 有一天就突然回來 就是他就聽到我們 他聽到有風聲說我們班男生欺負戴克老師 他就回來 然後那天早上找自己大家都超緊張 然後老師臉超臭 然後開始整理教室這樣 就是感覺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等一下要發飆了 然後他就拿了一個鋁罐起來 然後丟錯了 分類沒有分好 然後他就說這是誰丟的 然後我們班最後面一排就一個男生默默的舉手 然後老師就很生氣 他就拿那個鋁罐想要往那邊丟 就因為鋁罐太輕了 就往旁邊飄 然後砸到我們一個女生的頭 然後他就很有威嚴這樣 然後丟過去他不是想要砸他 他只是想要往後丟 然後就是甩瓶子這樣 對 但也不會痛 因為就是空旅關 然後這樣 這樣叫一下 然後老師很兇 但是還是要拉下臉 然後這樣 抱歉 然後走過去 你們怎樣 然後臉還是很兇 然後我們班那女生沒事 他只是嚇到這樣 然後老師再走過去把他撿起來說 你們以後垃圾不要再給我分類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幹好久喔 超尷尬的啦 他就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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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老師好想把妳倒帶喔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老師不要這樣 你以來 幹 當下有種 當下有種對老師更對不起的感覺 就是幹我們 我們那麼皮 讓你 還要麻煩你來學校給我們 讓你生氣 然後還要害你出糗 哈哈哈 我以以為 幹 老師對不起 幹好可憐呐 女學生 女學生如果現在實況主一定也會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哈哈哈哈 阿玉如媽媽超衰的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幹而且打到如果真的受傷幹嘛就算了 幹也是嗆一下只有球而已沒有痛 幹真的只有球而已沒有別的欸 而且 而且頓時整個教室的氣氛比老師失手之前還要更凝重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大家都在憋笑是不是 對 沒有沒有在憋笑可是大家就是覺得 喔幹這個狀況 竟然還就是這麼糗就跟我高中的時候也有就是英文老師很生氣 罵完我們之後走出教室還踢門 踢門腳卡到參別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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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比如說我們國中的時候有一門課叫美德 美德 對 對 是美德吃吃吃吃嗎 不是 他到底是哪一個 校長還是哪個高官的親戚嗎 他就是每次來就是有點酒味這樣然後上課 再玩拳拳拳拳拳 什麼意思 就是他一上來就在黑板上畫一個 畫一個景致的時候eu 所以現在可以同學可以上來各爾玩個拳拳大 Gast 這是你可 他到底在幹嘛 如果他現在有在看台的話 可以私訊到我粉絲團告訴我 你當初找人的那個 老九 結果你過兩天收到私訊說 我那個時候是圈圈叉叉的 過手 因為激怒了台盤 回來叫 但我想要培養出真正的 牽著他的國手替我血吃 好啊 體諒你 可是國中對於數學的印象 我已經消失了 只記得我跟溜炭 是同一個數學老師 然後第一天上課 他就說 他是拿愛的小手然後他在打人 他說老師 個人是有點重男輕女啦 然後我們班的人就 我們班男生講說 喔喔喔 戰道戰道 然後就說 意思就是 男生打比較重 女生打比較輕啊 眼淚直接滴出來 本來以為可以被差別待遇一下 結果是另外一種差別待遇 當兵 比較老的時候 媽的都 比較早一點去餐廳去 去那個 去下餐廳 然後就早一點進去 然後早一點打飯 然後早一點吃完 然後超早 回寝室睡覺 然後睡超久 超爽 我有試過留守然後 那個 留守那個主觀也不太care 媽了5歲睡2個小時 超屌 超屌 好爽喔 睡到學長說 爽阿 你要長高啦 要睡到長高啦 哈哈哈 學長是大陸人嗎 沒有 就是 已經 大陸人啊 有寺官長講話會這樣 比較老的那種 然後 那個 大家故意私下會學這樣 然後 放駕 放駕直接把那個 那個 制服掛在床旁邊忘記 然後直接放駕 然後回來 回來選擾說 你是連長是不是 好像 衣服直接掛在床旁邊 没有收进内污柜 超秋 化妆了吧 我想她说 我们都不帮你收 看你什么时候会包 结果也没有人挂 就这样挂到礼拜一 超屌 没有没有 没有身体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我的衣服挂在那边 超明显 你说我挂了衣服吗 没有 我说我觉得就算 那些主观进来 看到有件衣服在那边 可能也会觉得说 是哪个弟兄 暂时挂一下 然后等一下就要换之类的 没有 那是我的船 你现在在那边挂了四天 超屌